山东队的徐长所主教练龚鲁明 接下来呢要面临着下课了 关键时刻输给了新疆队 放下了涛汉林 而且在球场上做出来的战术布置 争议很大 为何这么说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 点赞关注 让更多球迷看到阿信的视频 感谢大家 那谈到本次的四杯比赛呢 其中啊 山东队现在在四杯的排位呢 原本呢就下滑比较严重了 但是 现在呢 徐长所主教练呢 还有龚鲁明 那么两人呢 在四杯的安排布置方面呢 依旧争议很大 为什么还没有能够认清自身的情况呢 而且作为山东队的核心 大中锋 大主力 陶汉林 他早就明确在社交媒体 忍不住了 直接发文了 表明了自身的态度了 但是本次 还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 到底为何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发现 新疆队 对战者 山东队嘛 那原本 山东队是取得一定比分的领先优势的 虽然说 比分的优势比较小 但是大家会发现呢 那么陶汉林呢 他在全场比赛当中 依旧打得很勇猛 陶汉林 是绝对的 山东队的核心一哥 绝对是 内线中锋的大魔兽 全场比赛呢 拿到了31分的成绩 狼榜球居然呢 拿到了19个 看得出来呢 没有陶汉林的山东队 那基本上呢 是完全不行的 然而在关键的时刻 在山东队 对战者新疆队 打得最激烈 打得最有希望取胜的时刻呢 没想到 徐长所作为山东队的主教练 居然把陶汉林给换下了 陶汉林也觉得很无奈 关键时刻 正需要陶汉林继续去拼的时候呢 居然把陶汉林给换了下场 为何要做出这样一个战术不止 而且最终的比赛结果呢 大家会发现 陶汉林被换下了之后呢 那么山东队最终呢 是惨败 输给了新疆队的 阿迪江非常的高兴 阿迪江主教练看到了 山东队居然把陶汉林换下来之后呢 最终 凭借着抓住机会的能力 凭借着在球场上的发挥 而且呢 是103比9比89 击败了山东队 赢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里争议最大的是什么 不是说谁输谁赢的问题 因为呢 山东队本个赛季 在龚小兵主教练被换下来 被撤职之后 那么换上了徐场所 原本大家都以为啊 山东队被山东高速 接手了之后 会有起色 会有更好的发展嘛 但是呢 现在的山东队 在徐场所主教练的率领之下 反而倒退了 反而下滑比较严重了 原因到底为何 从这一场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 徐场所的战术布置 存在问题 用人安排 有很大的漏洞 包括了涛汉林 你就不应该把他给换下来的 球队的核心顶梁柱 你把他给换下 那比赛还怎么打 而且对山东队方面呢 教练组层面 龚鲁明 那么他在本的赛季的安排 以及呢 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会发现 山东队的下滑 是跟龚鲁明离不开的 也跟徐场所的 用人布置 战术的安排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现在的山东队 那简直就是争议很大 就连现场的解说嘉宾 也明确的谈到了 主教练你在干嘛 为何要这么安排 所以说呢 大家认为 山东队的下滑 徐场所 龚鲁明 是不是主要的责任 要不要做出调整 欢迎做出你的演评 也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 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登进 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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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